汽機車在路口遇到紅燈停下來 黑色賓士叫車卻突然失控一路衝撞 首當其衝的機車騎士反應很快 緊抓龍頭穩住車身 自己往左一跳順利閃過 不過後方的汽車就沒有那麼幸運 雖然沒有被賓士直接撞上 但路邊被掃倒的整排機車 連拖帶滑不偏不倚的 碰撞到保險桿前方 冰室轎車的引擎蓋 嚴重變形 車頭幾乎全毀 駕駛幸運的只有行為擦錯傷 會變成馬路保齡球 其實是因為在經過新北市土城 中華路和日和街口 對像一輛鄉行車 疑似沒有依照燈號就左轉 冰室車駕駛來不及反應 在路口就撞了上去 鄉行車駕駛當場昏迷 松衣搶救已經沒有生命危險 鄉行車被撞上後 又推擠到停放路邊的小貨車 駕駛當時就站在旁邊 差點就被撞上 不過後來他很淡定 直接坐上駕駛座把車開禮現場 五名遠景到場疏導交通 處理事故 同時也請清潔人員把散落物清除 雙方駕駛都沒有酒駕 照顧責任要等鑑定 但確定的是賠償金額恐怕不會太少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從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